小枫 小枫 你是在叫我吗 你是谁啊 我是顾小五啊 顾小五啊 顾小五 我好像听过你的名字 我们认识吗 认识啊 我是你的顾小五 我的顾小五 顾小五 顾小五小心 你叫我快跑 下车 好 顾小五 顾大 顾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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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你的事 你在喊顾小五 你知道他 我之前认识他吗 来 喝药吧 不喝 喝吧 喝了药 手才能推 来 我都说了我不喝 赢了 赢了 再来 赢了 来 赢了好几把了 赢了 你来 你来 你再来 再来 我就不信了 等会儿 我得出去一下 我得出去一下啊 上回来啊 就方便一下 替我玩着啊 我方便一下啊 快点回来 快点 这帮穷鬼 是 快 小枫 你看 萤火虫 我记得 你最喜欢萤火虫了 在西州的时候 王上和大飞 不许你晚上出去 有一次啊 你晚上偷偷溜出去 他们把你找回来的时候 你手里正好握着一只萤火虫 你告诉我 你迷了路 是这个发光的小东西 一直陪着你的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知道这些并不奇怪 以前我们经常在一起 小枫 我 我从来 都不觉得夜晚有什么可怕的 直到见识到真正黑暗的力量 我不希望你一个人 置身在黑夜之中 我信你是我朋友 我信你是我朋友 等我兵好了 就送我回去好不好 臣见过皇上 见过太子 怎么样 回皇上 只是吓唬了两下 那个孙二就招了 的确是高相指使他 去查明月姑娘的身份 当时他从老宝那里 拿到的东西 现在已在高相手上 那高相 到底从老宝那里 拿到了什么 孙二说 是明月姑娘 幼时的衣物 里面还藏着一首血尸 高相看到血尸后 大为吃惊 说没想到 明月姑娘 竟是陈征的女儿 陈征 是陈征 父皇 这个陈征是谁 陈征 是先帝神武军大将 陈世谦的独子 陈世谦战死沙场 所以陈征 陈征 很小的时候 就被送到 有几十年交情的顾家 去生活 他跟顾如慧 亲如兄弟 他这个人 武功高强 人也忠心 常常在朕 和顾如慧的身边 一直到 顾家造反一案 受了牵连 也死了有二十年了 照此说来 这高相 是想要除掉 陈征的女儿 难道是当年顾氏一案 另有何殷勤 太子的意思是 高相 他想除掉明月 没想到 朕也在那儿 所以才会有 这么一处刺杀 好 朕也发了 孙儿 你好好处理 是 那高相 再继续成 是 儿臣告退 臣告退 太子 儿臣在 刺杀朕的那天 你也在现场 那你以为 那个凶手 是想刺向明月 还是想刺向朕呢 大人 大人 我们的人 暂时没有找到孙儿 有人昨夜见他 与人在酒馆赌钱 许是欠债跑路了 宽儿 太子那边 有什么动静 太子那边 我不敢懈怠 一直派人盯着 并没有什么风吹草动 太子应该还在 一头雾水地 找刺客和太子妃 段段想不到咱们这儿 真是奇怪 孙儿 再找 找得之后 即刻除掉 绝不能留 是 刺客那边 有没有线索 还没有 利索点 别留下任何痕迹 是 你 你 你 大人 你们抓 大人 你 你们抓索人了 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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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走 走 父亲 孙二被除 太子那边又近在掌握 您怎么 还是忧心忡忡的呀 我只是一时无解 这一切都太蹊跷了 明月是陈征的女儿 她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而且直到现在 也不向皇上透露实情 一个刺客凭空出现 又凭空消失 太子那边也没有动静 父亲 您是不是想得太多了呀 可怕的不是 山羽欲来风满路 而是山羽欲来 却无风 大人 太子殿下驾到 来 旧宫 臣见过殿下 旧宫 万不可多礼 殿下 只是有多久没来我相复了 旧宫 您近来可好 我自然还是老样子 只是殿下 最近恐怕很忙嘛 是 父皇把追查刺客一事交给我 可是我查了好几天 一点线索都没有 这太子妃也杳无音讯 今日我就是为此事来找您的 不嘛 坐下再说 好 叫厨房 加几个精细的菜 再加个深煲汤 好 专专专业 嗯 今天晚上就留下 一起用膳 好 您不知道 我为了刺客一事 累得好几天 连顿宝饭都吃不上 都怪我太年轻 要是再查不出什么 父皇就要怪罪了 想来想去 我只好来找您了 其实老夫对此事 也是无见 只是你刚才提到太子妃 倒是提醒了老夫 舅公请讲 也许这刺客 本就不想劫持太子妃 她本就是想要带走太子妃呢 您的意思是 你想啊 这个世上 谁会对中原有如此仇恨 敢冒险刺杀胜杀 又带走太子妃呢 您是说 这刺客 可能来自西州或者丹蚩 老夫也不敢断言 不过你往这个思路上 去查一查 或许会有收获 舅公果然高明 承寅受教了 圣上 把这么大的事情 交给太子 说明 已经非常易中太子了 承寅还要倚仗舅公的福祉 一家人不说这么客气的话 核桃酥 还记得吧 你小的时候 每次来相辅 最爱吃的 就是这道核桃酥 来 好 当时 你是坐在我膝上 来吃这道点心的 记得吧 我记得 这味道啊 跟小时候的一样 一点没变 是一点没变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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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主子正在屋里休息 奴才这就进去禀报 不必了 让朕看看你 明月啊 明月啊 自朕见你第一面 就觉得你与一般青楼女子气度不同 你一直说你出身微减 可是朕怎么觉得 你进青楼之前 应该出身 在一个不俗之家 那你那么小尽情楼 之前 发生过什么事啊 明月不敢瞒皇上 之前 家里的确有些事故 父母 也因此造亡 告诉朕 朕 可以为你做主 明月那时还小 只记得 不知为何家中突然出现一匹手拿刀剑的男子 明月藏在跪下 眼看爹爹娘亲 就这样被刀剑刺中 娘亲临终前 叮嘱明月 爹爹是被仇家所害 可这些冤仇错综复杂 无休无止 明月想忘记那些刀光剑影 放下复仇之心 明月再也没跟谁提起过这段往事 明月只想简单地活着 那朕问你 那朕问你 在明月房里的明月跟在宫中的明月 有什么分别 明月也不知道 皇上觉得呢 明月 朕希望 你始终保持 跟朕初见时的样子 小枫 我给你买了新衣服 起来以后换上吧 小枫 你烧退了 嗯 退了 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羹 还有鸳鸯汁 来吃点吧 这是咸的烧肉羹 这是甜的莲子羹 这是鸳鸯汁 来 来 顾剑 等一会儿我们吃完饭 你就送我回去吧 怎么了 赶紧趁热吃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等我病好了 你就给我送回去 我没说过 顾剑 你不想吃咸的是吧 那就先吃甜的 不吃 我在跟你说话呢 不想吃羹了 那就先吃鸳鸯汁 这是你最爱的 我都说了我不吃 鸳鸯汁要跟新上人一起吃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吃啊 我不知道以前我们发生过什么 但是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就别再强求了好不好 不行 我都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不能让我好好地过好现在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 为什么你说不行就不行 顾剑我没有再逃 而是期望你把我送回去 我还把你当朋友信你 你就这样对我吗 你没有再逃 是你的心里已经对李承 引起了疑心 你对他伤了心 不是吗 不是 我从来没对李承鄞怀疑过 那当你得知 李承鄞带兵 剿灭你阿翁一族的时候 也没有吗 没有 你不愿意再逃 是因为你不愿意回去面对他 不是吗 不是 你别说了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是因为你有太多的事积在心里 你有疑问 有恐惧 可是亏你是太子妃的身份 你不得不骗你自己 你骗你自己无所谓 你骗你自己应该跟李承鄞在一起 可现在我把你带了出来 让你有了新的可能 你动摇了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你以为我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回去受煎熬吗 你之前问我要带你去哪里 我告诉你 我要带你回西州 回西州 没错 东宫根本就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 李承鄞根本不是你应该爱的人 我不要相信你 我不要跟你走 那你现在就走 现在跟我走 小枫 小枫 我求你放了我行吗 你就不能让我傻一点 一定要让我想起来我不愿意想的事 你就不能离开我 我真是想拉你出来啊 你别碰我 你走 你走啊 你走啊 太子妃啊 你何时才能回来啊 你ane 你没有再逃 是你的心 对李承鄞已经起了疑心 你对他伤了心 不是吗 是你不愿意再逃 是因为你不愿意回去面对他 不是吗 是你的身体 我是他 我是我 都给我仔仔细细地搜 你从地方有不能对我放过 是 玉林俊 你没有再逃 是你的心里已经对李承引起了疑心 你对他伤了心 不是吗 不是 你不愿意再逃 是因为你不愿意回去面对他 不是吗 给我进去搜 是 是太子妃 见过太子妃 请随莫剑回宫 在西州的时候 你时时刻刻都带着他 只要你遇到了危险 你就会想天空发出鸣笛 我就会出现 我会来保护你 我最后掐的 我看今天 这时我就会 就快点 激烈 你快点 你快点 走 走 有刺客 保护太子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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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走 给我追 是 快 等我杀了白眼狼王 我就来娶你 顾小五 你是不是顾小五 我问你是不是顾小五 我知道你是 为什么要瞒着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是不是忘了很多事 我们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 丹蚩一夜 死了很多人 我们失散了 你也因此受了重伤 当我在找到你的时候 你已经成了理查的太子妃 所以在上京 你说我们曾经是旧相好 原来我们真的曾经在一起过 我一心想要留住你 不在乎我在你的心里到底是谁 可很多时候 却把你越推越远 我是不是忘了很多的事 很多我们之间的事情 有些事忘了就忘了吧 也没有那么重要 可是我不想忘 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不应该忘 我不应该忘了你 是顾小五 丹蚩那场战役 对你来说太过残烈 我没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出现在你身边守护你 是我的失心 所以这些不好的事情 如果忘了的话 也不是坏事 丹蚩王呢 阿翁死了 好多人因此丢了性命 可是我却什么都不记得 连最最心爱的人也忘记了 还嫁给了别人 你怪过我吗 我怪我自己 我应该紧紧地抓住你 可我却亲手把你弄丢了 可我却亲手把你弄丢了 我再也不会忘了你 你只想起了顾小五吗 是 我想起了我心爱的顾小五 顾小五也爱着我 给你 回避太子殿下 属下办事不力 又让刺客带着太子妃跑了 跑了 又跑了 这句话我已经听咽了 属下最该问死 只是 只是什么 今日不知为何 太子妃似乎不愿意跟我们回去 可能是属下 把太子妃吓着了 如果他再反抗 你们绑也得给我绑回来 是 小枫 谢谢 先吃这个 以前你从来都不会跟我说谢谢的 那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 在西州的时候 你总爱跟我耍赖 明明放着小红马你不起 就喜欢我背着你 背着你到处跑来跑去 从来不闲着 我现在也嫌不住啊 不是总想办法偷偷溜出宫去吗 我们不是在上京城 还有一次偶遇吗 那不是偶遇 是我一直在等你 不知道明年这个时候 我还能不能陪着你 你是我的顾小五啊 当然要陪在我身边 那儿再来 不会 哈哈 是 鞦 也在不捎我 算了 我还能看你 我们要看你 我们先来 我们先来 天下 你先去 算了 你先去 我先去 我们先去 看看 你呢 梁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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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正往青鸾殿的方向走来 果真 嗯 快 去把我新买的衣裳拿来 帮我换上 梁弟 你是不是糊涂了 您这不是穿着新衣裳的吗 是啊是啊 那 快背些殿下喜欢的核桃酥 要快 是 不 你说 有事 帮了这么多呀 太子殿下驾到 快 银儿拜见太奶奶 来来来 你近日怎么会有空来看太奶奶啊 不是那个赵良帝在陪着你吗 太奶奶 您就不要取笑银儿了 想不想吃核桃啊 鹰巧啊 很会包核桃 你看看 包了那么许多 来尝尝 太奶奶 您又不是不知道 我不爱吃核桃 太奶奶怎么会忘记呢 你不爱吃核桃 四米糕来了 来尝尝 来 太奶奶先喂你吧 好 来 像小时候一样 好吃吗 好吃 吃 你呀 多吃点 啊 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看的月亮了 这是什么 来 闻闻 葡萄酒 知道你喜欢这个 赏月怎么能没有美酒呢 我也是来了上京才发现 原来自己是个酒逆子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听你能说出这些话 真的挺奇怪的 这是永娘教我的 永娘还教了我好多呢 只不过我都给忘光了 能忘 有时候也是件好事 你知道这里跟西州 太不一样了 吃的不一样 穿的不一样 人也不一样 我原来以为 只要我真心相待 就可以换回真心 是我太幼稚了 但其实这边还有很多对我好的人 你看 永宁 米罗 洛西 明月 还有裴照 还有一直照顾我的永娘 这么想的话 其实我也挺幸福的 我告诉你啊 前几天呐 太子妃给我做了如意高送来 好吃吗 苦 我就知道 她那个人啊 做事没头没脑 大概只知道做好了给您送过来 却不知道要尝尝能不能吃 太奶奶倒是很高兴 因为是她亲自做的 所以呢 吃起来是苦了一点 但是咽下去 这心里都甜甜的 您啊 总是对她这般宽宏大量的 我告诉你啊 她可是个好姑娘啊 她跟宫里的女人不同啊 像她这么能玩闹的人 怎么能料理后宫呢 我倒是希望啊 她能永远这样无忧无虑地玩闹 永远不要参与到这些 尔虞我诈之中 你千万不要这样偏执 她那么聪明 那么懂事 难道她不懂得她肩上的责任 和她的使命吗 有一点太奶奶 是实在是感到欣慰呀 那就是 她爱你 她爱的不是你的太子 也不是你的王位 就是由衷地爱你这个 李承鄞 跟我回西州吧 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不是留恋 是我发现 我脑海里关于小枫的记忆 竟然大部分都是在上京 我有时候甚至搞不清楚 自己先是西州的九公主 还是先是豊朝的太子妃 还有你 你在我身边 我有时候觉得很亲近很熟悉 可有时候也觉得你很陌生 也许这里的一切 自始至终都不属于我 是该清醒了 也该离开了 从今以后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跟小枫廊 别吵她 让她好好睡吧 睡吧